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内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游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好 知道了 今天真的好 你这点了 我再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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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叔 谢谢你啊 你辛苦了 我不辛苦 夫人是真的辛苦 那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顾一人呢 他在厨房给董事长煲汤的 俊明啊 这可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么称呼他 说实话 要是能让董事长也能听到 心里不知道有多欣慰呢 其实这些年来 夫人照顾董事长确实辛苦 怕也不容易啊 董事长这几年 身体越来越差 这都是他年轻的时候 拼命工作留下的后遗症 现在都找回来了 我跟董事长说了 说让俊明回来陪陪你 可是董事长坚决不让 他就是不想让你 因为他的身体原因而分心 更不想因为他生病 可怜他才回来看他 哎呀 可是 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要是有空 你还是多回来看看他吧 好的 我知道了 知名啊 有些事情 董事长是一直瞒着你 可是事到如今 我也觉得 你应该多知道一些事情 当年呢 你还想 夫人怀上了童家的孩子 可姥爷心里觉得 怕你和嘉欣心里不好受 逼着她把孩子给打掉 真是造化弄人哪 打那以后 夫人就失去了 自己再有孩子的权利 为了这件事情 董事长和夫人之间 那就是一块心病了 这些年来 他们因为这件事情 始终都有心结 这一切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既然她选择了这个女人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为什么要打掉那个孩子 靳明啊 你错怪董事长了 你母亲在世的时候 董事长从来没有出过轨 这一点 我可以拿我这条老命发誓 靳明 你和董事长 董事长的性子太像了 都是倔强到骨子里的人 谁都不愿意先向谁低头 董事长 宁愿你误会她 也不愿意跟你解释清楚 或许她心里想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所以她宁愿你一直误会下去 在这个家里我都呆了大半辈子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 都是一家人 何必呢 就算说了 就算说了 对方也不能理解 不如不说 所以 就一直误会 我过去了 我希望今天我说的这一切 你知道也不算太迟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希望她早点靠起来 靳明啊 要不这样 公司里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忙 您就先回去休息吧 我会照顾好董事长的 那就辛苦你了 应该的 flirt 就ありがとう 靳明 你怎么了 今天 我去看了我父亲 周伯跟我讲了很多 我估计我父亲几十年 俊明 杨夕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 爸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 带着我和嘉欣 去访风筝 我记得 风筝是你亲手做的 上面 有妈妈画的桃花 我拿着风筝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风筝飘到空中 风筝 真的很漂亮 就像空中的一朵白鱼 你能听到吗 风筝的线 是我拉着 风筝 越飞越高 可是我记得 在现实中 风筝的心 被我拉断了 你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家欣 因为这件事情 大哭一场 你说过 第二年 要带我和家欣 去放风筝 可是 你越来越忙 你越来越忙 妈妈的身体 越来越长 我们一直等 等你们带我们去放风筝 我们等了很多年 我们一直在等 爸 你醒醒吧 等你醒了以后 再带我和家欣 去放风筝好吗 爸 你快点醒过来 好吗 要走啊 要走啊 这段时间 你辛苦了 陪他多说着话吧 我走了 你怎么来了 全世界都知道你遇到麻烦了 我怎么能坐着呢 我不是好好的吗 有什么麻烦 刚听黄律师说 现在的案子不容乐观 所以 我决定要助你一臂之力 其实 你不需要这么做 可是你现在需要我这样做啊 还有 作为朋友的身份 和职业的角度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你是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啊 好心当作灵肝肺 好心当作灵肺肺 这才一天就跌成这样 这样下去 咱们公司会不会倒闭啊 那 那 那怎么办啊 呸呸呸呸 乌鸦嘴 别乱说 咱们公司倒闭了 我们才是完蛋的 你好 我要在酒店住一段时间 不要透露我的行作 好的 尤其是 对良心 为什么 我不想让他担心 我觉得 他如果找不到您的话 才应该更担心吧 这段时间 媒体定我定得很紧 如果被他们看到 我们在一起 对他真的不好 好的 明白了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先走 我和黄律师 再谈点事情 好的 童总 要不要我帮您 叫点东西吃 您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没胃口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没了 您可以先回去了 好 请不吝点 什么情况 看什么看 工作工作 李部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你问我 我问谁 怎么回事 童俊明他人呢 我们这么多董事 在这里等他 到现在还不来 这总得给我们个交代吧 童总 我们什么时候 快没见一下呀 房子长 怎么走 对啊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现在我也找不到童总 当然你们在公司 这么久了 你们应该相信公司 童总也会处理好 这个事情的 好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 能见到童总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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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现在 这么吵这么闹 我也没有用啊 对啊 我们现在都已经 等了那么久了 公司会被破产啊 我们还互不失业啊 我发到要不要 不排前三个月的工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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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敢 答复你们任何问题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我记录下来 因为我一一回答你们 但请你们放心 你们应该对公司 有信心 好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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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找她 什么 touch 好 我不能 我也能尽力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都互相 领解一下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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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车 谢谢 我们要把你电脑了 对啊 就着来 好 谢谢 好 来来来 高兴就好 好 来来来 高兴就好 高兴啦 钱总啊 这就是佟俊明的招标书 钱总 不要那么心急嘛 吴总 该给你的一样都不会少 你还不相信我钱费的为人吗 好说 好说 我还以为佟俊明有多大的魄力 也不过如此嘛 顾总 来 祝我们合作成功 顾总 我们可不是合作 我们是当家交换 好 交换 那就祝我们大家成功 大家成功 来 来 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复杂 小张 你把我今天收集的资料拿给我 好的 是 而我倒是觉得 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 你的意思是 作为 你 在国际舆论中拥有举足轻重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佟俊明本人 作为剧镇集团的总裁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的关注度 你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舆论报道 包括警察调查方向 针对的并非剧镇集团 而是你 佟俊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系不到 有一份文件 关了一号放到你桌子上了 也许有用 好 我看一下 好 有什么进展吗 我为你发动关系 严查供应商 他叫关文思 在关机前最后联系的人 就是潜费 潜费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我知道了 那我出去吧 陈宇啊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啊 今天我的手机啊 可是好得不得了啊 是想摸杀摸杀 你火急火燎的 催我回来你不说话 这啥意思啊 这什么 你为什么跟前飞混在一起 你跟踪我 你长本事了 现在跟老子玩热爬些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怎么着 这鱼啊 你审问犯人哪 我可是你爹啊 现在这个世道 是在外面没有几个朋友啊 不要小题大做 爸 你别忘了 你可是聚阵国际的人 聚阵国际又怎么样 聚阵国际的人 就不能在外面交个朋友了吗 这鱼啊 你只是在集团里管几个人 就了不起了 现在又管到你老子的头上了 爸 你平时说什么做什么 我从来没说半个步子 我也从不过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的父亲是个有原则的人 绝不会做任何超越底线的错事 不会让我失望 错事 我做错了什么了 我可以告诉你 前飞和我的关系是不错 因为我在他那儿得到了尊重 得到了童家给不了我的重视 爸你别傻了 前飞是个什么样的人您不准不清楚 他是在利用你啊 你这么跟他混下去 以后越陷越深 迟早会害了公司 也害了你自己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童俊明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这么向着他 要大义密亲是吧 久高 久高 我不拦着你 爸 你就听儿子一次劝好不好 你给我滚 我走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我告诉你 童俊明就要完蛋了 你还这么帮着他 你傻呀你 你气死我了 我给前飞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 那在剧阵国际后卫捣鬼的是谁呢 你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 后天 在哪个法院 你不用过来 这个案子有很多媒体关注 万一他们发现了你 你会很麻烦的 我现在呢 已经不怕这些麻烦了 再说了 我只是担心你 你不用担心 我有非常专业的律师团队 帮我打赢这场官司 你只负责在我的身后替我加油 真的不会有事吗 我问心无愧 当然不会有事了 那我就放心了 你问问啊 原告那边的资料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童总 你的字迹 你签署文件的时候 会翻阅内容的习惯 不是你最亲的人 是没有办法会知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安静听我说 我们现在正准备去法院 所有的厅审结果实在以后 一定给媒体一个交代 大家放心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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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那么辛苦 多吃一点 哎呀 我觉得今天啊 我还得再做几个菜 听人说了 这段时间这个店生意差了点 因为我来得太少 这个店 我有餐馆 我在想 万一我离开剧镇了 我也有一个地方好去 我也可以养得起你 你刚才不是说你饿了吗 赶紧吃嘛 那 你吃这个 嗯 好吃 嗯 好吃 你不用操心了 我一定会在 近期 把所有事情处理好 我一定会做一个 让你百分之百放心的好男人 都拍到了吗 都拍到了吗 好 你给我继续跟进她 是不是 就是 那我 是 你 不 你 有 就 来 林 一 这次钢胎事件的工作上 关文思 和前非暗中有连续 所以我认为这次钢胎事件 没那么简单 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沒有小心 這件事情 跟前非有關 一點都不稀奇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董事會 子彌 霸道總裁童俊明也有害怕的事 就要你支持我 我什麼都不怕 我一定會被你創造的 走去會會他們 漸出的 這一個 不 隸 让我过多的介绍吗 不错 董事长夫人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集团的过程 以往他没有直接参与 我们集团的任何商业运作 如今我们集团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而我们的老公总 又身患重病 不仍代表老公总 来主持大义 只是合情合理的 夏婷啊 你来的正是时候 没错 公司出了那么大的问题 夫人 居民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千万别冲动 感谢各位 今天能够出现在这里 说明大家都还心细俱正 虽然公司现在内忧外患 但是我相信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就一定能够 挺过这个坎 本来 我这一介女流 是不应该在这里抛头露面 但是大家也清楚 最近董事长身体抱恙 已经无暇在管理公司的业务 所以我将重新行使我作为公司大股东之一的权利 为集团进行民伯职 对 对对 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公司业务的人 竟然想来参选总裁 这太勉强了吧 俊明啊 你不要再疑疑无限 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们都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俊明啊 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实战你的才华 至于目前 还是让董事长夫人来出任总裁一职 带领公司走出困境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我同意 我同意 顾晓婷当总裁 我没意见 聚阵集团是家府一手创办的集团 里面也有在座各位的心血 如果大家觉得我童俊明 不适合做这个位子的话 我没有意见 这就对了嘛 大家不要带着情绪 我们做任何事 都是为了集团的利益出发 但是 让一个从来没有管理经验的人 来接替我的位置 我可以提反对票 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好吧 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大家看看有何想法 请问 公司 公司什么时候 成了娱乐八卦公司 居民 我无意把话说得太白 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你也不要怪我 整个舆论报道的指向都是你 这次公司的危机根源也是你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 谁都有自己的判断 不是吗 是啊 事情到了这种理由 相信大家对此事的判断 心里对我们输了 我建议 这一次的季度股东大会 我们推出新一轮的 集团公司总裁推举 即使票数最多的 就成为新一届的公司总裁 好 我同意 同意 都怪我 这次的事情 我本该早就有所察觉 藏得太深了 深不知 贵不决地 把整个集团的成员 拉拢在一起 而且这些成员 都是集团的大股东 一旦他们联手在一起 整个集团都会动摇 不过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爸也没跟我透露过 直言片语 我真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振元 你不要太自责了 现在 也不是纠结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 他们真正的目的 并不想搞垮集团 而是要搞垮我 搞垮整个童家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灯乱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官司那边呢 一会田飞先去处理 董事会这边 我去调查 好 今天 感谢诸位的鼎力相助啊 长毛夫人多年馆长 这些都是应该的 你们放心 之前跟你们谈好的条件 我一定不会失严 只要剧政公司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我想 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夏婷啊 哦不对 应该叫孤独 呃今后我们一起合作 好好杀赏 同居民这个小组的背负 感谢大家的信任 我们 合作愉快 好 谢谢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爸 想通了 知道自己错了是吧 你爸啊 虽然读书没你多 但有些事情啊 看得比你透彻 来来来 走走走 你爸啊 虽然读书没你多 坐呀你 爸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为了什么 我都不是为了我们顾家吗 你和姑姑到底想要什么 难道非要把巨人过去搞垮搞乱 你们才满意吗 你说你小子 你小子怎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呀 我告诉你啊 你以为佟家他有多干净吗 他好不到哪去 他之所以有今天 要不是姓方的发生了意外 什么时候轮到佟大 他耀武扬威的呢 爸 你刚才说什么 姓方的这什么人 我 我什么都没说 朕宇啊 以后我的事你不要管 你愿意跟谁混就跟谁混 你要跟姓童的一起干 你们就一块干 我管不了 我管不了 爸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让我mid儿 朕宇啊 这个不关你的事 你少管 我累了 走吧 新姐 您要我查的地址 太好了 谢谢你